4分17秒 对方现在输咱们9分 其实要说对方今天这球输了 我妈的气还没死后 那没死 绝对没死后 老板又提上了 我现在发现 我也有13分 又一分 瞬间就被追到6分 还等6分 回想一下江苏队在 第三阶比赛 这对方还需到 只剩两个分家的时候 我们拉开比赛 靠的是什么 我们在防守上 靠的是对方的失误 我们在行动当中 我们的前场篮球 另外我们在外线的 这种攻击能力 又一招 又一招 江苏现在上来了 两个大中风 也是证明 不信地产队的教练人 徐强指导 也是一定要先把对方 对华曼先打下去 现在吃到 对方现在这个软肋了 那么意识到 对方现在这种缺陷 那么看看 主人的执行怎么样 现在我们中的 三万元 用力换下的牌子 就是你们手来伤害的 来放 又一个 声声把对方 手脚背出来了 对方不过 一直投面包球 这会儿压力 就会来到 江苏队的地产队了 华曼刚才真敢抢 还行不前 不怕谁反归 第四四球 下一球 对今天第四球 第四球 第四球 第二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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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儿等 全场比赛比分之外 之后 再说 今天最终的 彻底的答案 二三两题 答案揭晓之后 没有球迷能够 全部猜中 非常遗憾 今天的汽车又 送不出来了 不过没关系 咱们的港澳双人游和 转信 这跨备奖 还是可以送出来 现在的球迷票 欢迎订阅 在球迷大 中管局 手的是一个半场的军人 但是我们也一直没能把他给打死了 对 一直没能打死 这一球 就快从车里面爬过了 江湖水的地板 对 一家手势特样 刚才 刚才刚才也是有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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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这一点呢 这个手很快 对 孟范又刚快上来了 他的手可能弱一点 好 好 孟范因为刚快上来了 太敢头很快 这一球还是选择船 但是他就应该是因为时间没了 一身冷汗 孟老师我刚才真是一身冷汗 这球要出去 相当的心态就要发生电话 现在 已经压力可大了 侥幸了 真是侥幸了 国际地场 现在场上是领先队 对手两分 我掩護不拆 他拔了他拐了 这个三分球来得正当时 都说是逃云之时 逃三分球也是当时 对吧 我拔了一个 我拔了一个 向上进来 来不可以球 打到的步道大 一样拉扯 包夹同志宗啊 这个车的家鸡的球标 他这个时候家鸡队员一定是抢着下手 不让生哥哥哥带上手 一定是抢冠军 打到这个球标 我拔了一阵 我拔了一阵 有阵子 我拔了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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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 这两个还不错 这一步我们需要的 这几个还有一点笑 对网络 弄下来了但还是我们的 黄武东这一项回房 没有第一时间退下来 因为就半了几半秒 刚好把这球给抢了 对 预计不错 还是45分钟 还是达到 看到苏罗马虽然有放过 那天不敢绕前 这一球给了抢过 开什么玩笑 我们最怕出现的事情出现了 现场现在出现了暂停 中央网络罗队88米87 领先江苏南钢国际地产 这一分比赛只剩下39.5秒 千不该万不该不该 这一时候我们的第一位 他们来三次进 是的 今天终于绝对是有问题 命中率实在太短 他曾经报家 他曾经报家以后 抽一要出来 你给他吃伤 传不出来以后 他的采发是不退的 上面啊 打东西走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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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次打东西走去面 这来我放地球 打东西走去面 这边要出局 这边打东西走去面 这一路还面 打东西走去面 这是一个挺好的 打东西走去面 这次打东西走去面 ha 其实呢 说到底还是没有能够形成强测的一对一的担打 这样的话 再强测对方这么简单包夹 而且刚才徐昭宇说了 裁判不想上 徐昭宇说了 裁判不想上 徐昭宇能打进吗 比较适合我觉得 我们看啊 徐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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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应该还是要攻两个地位的大哥 应该还是要攻击锁这一侧 这球必须得先打定才说 对 先打定 先要两分 徐昭宇 今天赢了一场 就签罢了一场 张凯 卢宇真的挺能挺的 我说一直就深度挺到现在 他这段时间 他看他球不到来的 他也不出来 他真的蛮敢下手 你刚刚那一球 他就给他拽过来 对 你看 这个进攻还有13秒 不管在这一节的 包括四球已经被跌到每次了 哎 四球等手 张凯特 对 头三分 你先拿着另一个球 两分 另一个球就能回来 就是啊 这个进攻选择不合适 这两个成功率啊 哪怕再突一下篮下弄个半规也好 头三分 这是堵手感 因为这边东管 他已经是达到罚球次数了呀 呃 任车的造成运动都是危险的 莱特呢 三分球 在空位的时候 确实很软 但是这种干拔跳球的进攻选择上面 绝不得辞 江苏南高国际递选择 最需要的一个进攻选择 现场现在又有暂停了 比赛还有多点三秒 刚刚 江苏南高国际递选择犯规 这是这一节的第四个犯规 对方应该还是不要滑球好像 可能还是不滑球 不滑球也讨厌 因为现在是落后 她说那就是没有肯定了 那天要人用手 就不滑球 与你这样的肯定了 可据说人没有肯定了 是怎么回事 那就是真正的肯定了 因为肯定了 它其实是深刻的肯定了 我们在这一起 Sempre是重的肯定了 没有肯定了 你要浮走 对方便 是啊 一定要抓紧犯规,在这个时候,江苏南钢国际地产留在场上,还是两个大个,两个大个小底下这一度复运一会儿,跟着上对方这满场乱飞的小个子了,我们现在可是得要小个队员上来赶紧犯规,让对方先滑球,让时间走得尽量的少。 还没到滑球的设计,对,还得再有一半规,这方有无球仰富了,算在约10的身上,约10,他这个赛季的滑篮命中率,我们来看一看,90.7%,能不能再高一点,受不了了,哎呦,还不够,还不够,刚才四次,还不够,再来一次还得, 这次就要滑篮了,还是得约10,还是得约10,时间还剩下4.8秒 胸多几少了 现场存连的冲气棒在哪里 让我们知道众多的噪音 没发现,也就是意味着接下来,最好的情况是,我们只需要一个两分,就对方比赛带到加持,弗洛曼已经五个犯规了,张台也是五个犯规,进入到加持带,我们绝对有出本。 最好的情况是,他这边也不见了 问题是,张苏南方国际地产队好像没有暂停了 怕什么来什么 没有短暂停了,什么暂停都没有 没有暂停了 球员在问 没有暂停了 他这个球 我们看他的所有人被选择了对手 不抢啊,满球 他这个球怎么打 大个儿一定先过去啊 这个球在玉利的手上 头三分 比赛结束了 87比88 人家玩满球了一个逆球的天天 我们今天也会一整场 却没有能够顶住这最后的三分钟 江苏唐康国际地产队这一赛季被动管马可波罗队 双杀 这场比赛在场上江苏队有打得很好的地方 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够顶住这最后的几分钟 太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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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现在呢 我们要把我们比赛结束的是了我们今天的大奖抽出来 整个我们今天转型竞赛的这个 结束了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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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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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